红玫瑰旅馆的客人 作者安方之子 翻译周龙梅 彭义 第一章 我现在住在森林里的一座小房子里 独自一个人 已经连着下了三天的雨了 我一直没有出过门 也没有见过任何人 就像一只不会说话的小鸟 垂头丧气 无精打采 孤独地生活着 书桌上是刚写了一个开头的稿纸和刚喝了一口的咖啡 饭桌上扔着一块硬面包 而冰箱里早就空荡荡了 应该去买点东西了 我想 朝外边一看 雨已经停了 天空变得明朗起来 阳光从落叶松的间隙透下来 我的心也稍稍明朗起来 去外面走走吧 总之 去外面尽情地呼吸一下森林的空气吧 那样也许会好些 也许会冒出好的灵感来 我割下笔 站起来 走出了家门 从灰色的云缝里露出了明朗的让人吃惊的蓝天 而森林里又响起了自己笔伏的小鸟的叫声 一到阳光 就让那些雨天不知躲到了什么地方 一声不小的小鸟们齐声歌唱起来 雨停了 连小鸟都会歌唱哦 不知为什么 我竟被它们深深地打动了 所以 我也不要紧 一定还会纹丝泉涌的 当我这样想时 心头突然一热 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我刚刚当上作家 就在半年前 刚以一部短篇作品获得了新人奖 我这个初出茅庐的作家 这会儿正独自一个人关在山中的小屋子里 写获奖后的第一部作品 小时候我就喜欢读书 只要有书读 我就会感到幸福 模仿读过的书 我开始写起小说和童话 而且还开始悄悄地梦想成为作家了 给文学杂志投了几次稿 天哪 我怎么会那么幸运 一天 我的作品竟被那家文学杂志的新人奖选中了 接到获奖通知的电话时 我都怀疑起自己的耳朵来了 尽管我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但还是以为这一定是什么人在恶作剧 可是后来 当我收到梁峰印有红花图案的贺电 和一束康乃馨花时 我才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现实 直到今天 我也忘不了那一刻我两腿发软 可心里却热乎乎的感觉 送我康乃馨花的 是那家文学杂志的一位名叫小川的女编辑 比我大五六岁 花树里插着一张小小的卡片 上面好像是这么写的 恭喜您了 不过 从现在起可要吃苦了 即使他不说 我也知道 一个不成熟的人得了奖 日后有的苦吃了 那正如一艘树叶做的船出海一样吧 大海 从岸上远眺 无比宽广美丽 充满了魅力 可对于没有经验的杨帆出海的人来说 就要保尝大海的可怕与厉害了 那时我就闪过这样的念头 不安的久久的凝视着小川女士送来的红色的康乃馨花 那时的预感竟然对了 自从得了新人奖 我就彻底僵掉了 写不出东西来了 也许是由于获奖作品受到过分夸奖 夸奖得过了头 太紧张了 要不就是我的才能已经达到了顶点 渐渐的枯竭了 一想到这些 我就害怕了 当早上起来 趴在桌子上一行字也写不出来时 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了 我甚至想 要是不得什么奖 也不至于这么痛苦 可是事到如今 再倒回去已经是不可能了 我已经轻率地向周围的人们做出了作家宣言 把以前的工作都给辞掉了 要不换一个环境吧 出去旅行或是搬家 一天 小川女士说 于是 为了写获奖后的第一部作品 我来到了山里 向叔父借了一个月的山中小屋 把自己关在里面 埋头写起稿子来 我想在作品完成之前 一个人也不见 这座建在森林里的山中小屋 孤零零的 就像被遗弃的狐狸的家似的 只要买足了食品 就完完全全成了一座孤独的堡垒 电话倒是有 但我决心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也不希望任何人打来 所以 号码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就这样 自己把自己逼到了一种完全的孤独之中 不管愿意不愿意 为自己营造了一个不得不工作的环境 就这样 我天天趴在桌子上面 可我想写的那个带推理小说色彩的山中旅馆的故事 却根本写不下去 开头的二十几页很顺利 年轻的主人公离开了都市 来到了喜欢的大山里 要开一家小旅馆 可当我写到他买下了一座旧别墅 修了修 正想着怎么做旅馆的招牌时 我的笔一下子停住了 就像看电影看到一半 放映机出了故障一样 装着锯和锤子的箱子摆在面前 我作品的主人公站在旅馆的大门前一动不动了 他穿着一条磨破了的牛仔裤 卷起袖子的右手腕上沾着油漆 他的眼睛盯着旅馆边上的落叶松林 再也不动了 这之后 他本来应该叹一口气 然后走进林子 去砍做招牌的木头 这样 他就会在林子里遇到一位美丽的姑娘 然后 按照预定 故事的情节就会渐渐地变得好看起来 啊 怎么回事呢 我忽然觉得这个故事没意思透了 甚至会想 绞尽脑汁地写这样一个故事去发表 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说起来 年轻的主人公在我的心中还没有完全成形 我还看不大清楚这个名叫北村智 瘦高瘦高 有些懦弱的年轻人的一张脸 也没有完全抓住他的性格 一句话还没有准备好呢 我在雨后的森林里独自一个人自言自语着 然后 猛然想到已经三天没有发出过任何声音了 虽然有点怪 但却是事实 因为在下雨的这些日子里 我一直关在山中小屋里 没有见过任何人 三天后听到自己的声音 竟想不到的清晰悦耳 像小鸟的声音一样 我唱起歌来 然后又跳了起来 当我伸开双臂跳起来的时候 好像真的变成了一只鸟 又好像变成了一只蝴蝶 我兴奋地控制不住自己了 从灰色的云缝中露出的蓝天 多么清澈 多么美丽啊 这些天 你到底是在为什么闷闷不乐啊 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 琢磨那些无聊透顶的作品 哀声叹气 喂 我说 把那些痛苦的事情全都忘掉吧 要不 今天就把作家这活给辞掉算了 我自己说给自己听 这样一来 心里舒坦多了 就这样 我一边跳着 一边向前走 当拐过临终小路的时候 我意外地在那看到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穿着牛仔裤的腿非常长 肩上扛着几根树枝 一看就是城里的年轻人 我不跳了 盯着那个人的背影瞅了一会儿 然后喊道 你好 冲一个陌生人打招呼 我一点都没有犹豫 就好像见到了一个早就认识 而且关系非常密切的人似的 年轻人回过头来 望着我笑了 一口洁白的牙齿闪闪发光 那张笑脸我感到眼熟 我太知道这个人了 但却想不起来他是谁 年轻人看了一眼扛着的树枝 说 我找到了好树枝呀 他也好像很随意地在对一个早就认识的人说话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然后跟在年轻人的后面走了起来 小路太窄 两个人没办法并排走 我快步跟在年轻人的后面走着 在他身后问道 用树枝干什么呢 年轻人回答说 用它来做招牌 招牌 是 什么招牌 旅馆的招牌 我要开一家旅馆 就在不久前 刚刚在这片林子里头买了一座旧别墅 把他修了修 重新涂上油漆 房间里挂上了新的窗帘 这会儿正要做招牌呢 我一阵头晕目眩 这话我确实在什么地方曾经听到过 昨天 前天 不 就是刚才 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我跑到年轻人的身后 战战兢兢地问道 我说 难道你 你就是 就是那个北村志吗 年轻人转过身来 笑了 是的 我是北村志 果然 我的腿不住地哆嗦起来 啊 还真有这种事呢 作家竟遇到自己刚开了一个头的作品里的人物 我连声问道 那就是说你是东京人了 辞掉工作 一年前到这里来的了 现在单身一个人了 还有 你要开的旅馆 是不是叫红玫瑰旅馆 我的记忆里追忆着自己桌子上的稿纸 正是 北村志点点头 好 接下来让我说说你的事情吧 你是作家 就在边上的山中小屋里 一个人写着稿子 因为实在是写不下去了 所以这会儿才出来闲逛 我微微点点头 这样 我们就在林子里相遇 成了朋友 哎 我不禁吃了一惊 这我可没有想到 我作品里的主人公北村志在林子里相遇的人 怎么会是我呢 我呆住了 盯住北村志的脸 于是 他微微一笑 我带你去红玫瑰旅馆吧 说完 又大不留心地走了起来 我一边战战兢兢地跟在后面 一边有了一种非常非常奇妙的感觉 写故事中的自己被拉入到了那个故事中的奇妙的 这么一来 王后到底谁是作者呢 不过 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虑那么复杂的事情了 北村志走得飞快 我只有一路小跑才跟得上 北村志一次也没有回头 一边哼着歌 一边向林子的深处走去 如果他人走丢了 那可就糟了 我甚至这样想 如果北村志在这里走丢了 我的那篇作品可就永远也玩不成了 不管怎么说 要追上它 想办法抓住它 把它带回到我的稿纸里面去 我毕竟是作者呀 是这篇作品的亲生父母呀 喂 走慢一点吧 我上期不接下期地说 于是 北村志回过头 满不在乎地问 走得太快了吗 当然是走得太快了 有给别人带路 只顾自己向前走的人吗 当然要跟对方步调一致了 他点点头 然后走得慢多了 于是我一边走一边对他说 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招牌呢 在细细长长的板上 写上红玫瑰旅馆 边上呢 就用这些小树枝围成一个圈 大致上就是这种感觉 北村志在地面上画了一个图给我看 啊 那真不错 那么让我来帮你吧 我涂涂油漆总行吧 话一出口我就想 啊 自己怎么会这样呢 不但去那个应该立刻带回去的人家里 还要去帮忙 不过话已经说出口了 就没有办法了 好吧 一做好招牌 就马上把它带回去 这样下定了决心 我便紧紧地跟在北村志的后面向前走去 第二章 红玫瑰旅馆在另外一条路拐弯的地方 那里也是一片落叶松林 林子深处有一座旧式的洋楼 过去是有钱人的别墅 如今已经破旧的面目全非 被卖掉了 就要成为一座廉价旅馆了 还别说 还正是这样一种感觉的建筑 嗯 跟我想象的一样 我十分满足 那是一座奶油色的木头造的房子 屋顶的形状 窗户的结构 都有一种庄重的质感 上了对面的台阶 是一扇大门 二楼椭圆形的阳台凸了出来 二楼的午扇窗户里 飘动着新床帘 大门的边上是花圃 红玫瑰开的正宴 你找到了一座好房子呢 我说 被孙志得意地点点头 原来是一位音乐家的别墅 对了 你知道吗 叫港本拙夫 小号演奏家 啊 我点点头 那个人早就隐退了吧 是一位上了年纪的 很古怪的音乐家 留着大胡子 穿着飞飞大大的衣服 可是一位名人呀 对对 隐退之后 他好像就一个人 待在这座别墅里吹小号 三年前死了 所以 这房子里遗留着 许多唱片和乐谱呢 二楼房间的柜子里 还有一把旧小号 是吗 我点点头 我对小号没什么兴趣 相反 我却提出了一个 很现实的问题 你买了这座房子 今后好像要开旅馆 可你打算怎么经营呢 也就是说 跟谁一起经营呢 跟谁 就我一个人 北村志支支吾吾地回答道 我一个人没有家人 这点跟港本拙夫一样 我吃惊的叫了起来 音乐家和旅馆经营者 完全是不同的工作呀 啊 怎么会有这种事 我作品的主人公 竟然是这么一个 不按事故的人 这怎么能不让我焦虑 我说 旅馆的工作 可不是那么容易啊 要每天打扫卫生 洗床单 还要买菜买肉 烧菜洗碟子 接电话记账 还有工作还不止这些呢 这些你都好好想过没有 计划过没有 你根本就没有想过 要请什么人做帮手吗 我的声音渐渐响亮 严厉起来了 可我说的不对吗 又不是小孩子 因为厌倦了都市 也没有一个计划 就跑到山里来 开始新的工作 可就在这时 大门嘎吱一声响了起来 随后 从门缝里 突然传过来一个声音 请不用担心 是一个女人不高兴的声音 我吓得简直要跳起来了 然后不知为什么 我有了一种被欺骗了的感觉 里面有人 我盯着阿智 阿智为难地避开了我的视线 说 是狐狸 狐狸 是 是十天前来这里的 在帮我做饭 阿智指了指门 从雕花大门的门缝里 可以看到闪着亮光的眼睛 我不开心了 狐狸做饭 当我想说那多不干净时 门啪的一下子打开了 记着一条雪白的围裙的狐狸露面了 狐狸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说 狐狸做饭不好吗 我往后退了一步 吱吱呜呜地说 没什么 我倒没觉得不好 我低下头 连我自己都知道声音越来越低了 狐狸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横的表情 一口气说道 用不着外人多操心 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很好 我会烧菜又会洗衣服 阿智负责采购和打扫卫生 只要有客人来 红玫瑰旅馆今天就可以开张了 狐狸气呼呼地说 我慌了 吱吱呜呜地说 那倒也是 不过 那倒也是 不过 我构思的作品里 可没有一只这样奇怪的狐狸呀 讨厌 故事渐渐变得奇怪了 我悄悄地瞪了北村只一眼 阿智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 像是要换一个话题似的 用手一指 到旅馆里看一看吧 然后他对狐狸说 这可是第一位客人呀 要好好接待哟 狐狸停了 一下子高兴起来 把门开得大大的 说 是 如果是客人 当然热烈欢迎了 然后狐狸露出了一脸笑容 请仔细地看一看旅馆里面吧 有很好的房间 窗帘和地毯 都是我一个人亲手配的 这是真的吗 我一边这样想 一边跟在狐狸的后面 走进了旅馆 旅馆的门口又大又阴暗 走廊上铺着红色的地毯 进门左边是一个大饭厅 右边是通往二楼的楼梯 请到这边来 狐狸带我走进了饭厅 饭厅是一间潮南的宽敞的房间 透过古香古色的窗户 看得见夏天的鲜绿 饭厅里摆满了正方形的餐牌 一共有六张 铺着雪白刺眼的桌布 每张餐台上都插着一束红玫瑰 一间只等着客人光临的舒适的饭厅 请坐 我马上就给您送茶来 狐狸恭恭敬敬地居了一躬 就进了厨房 我在靠窗边的一张座位上坐了下来 从窗口向外看去 看见阿智正在大门口前面 埋头做招牌 阿智正在专心地聚着刚砍来的树枝 喂 歇一会儿吧 我大声招呼道 等一下 我帮你做招牌 来一起喝杯茶吧 阿智回过头来笑了笑 但似乎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儿的意思 这时 一股清新疑人的风吹了过来 房间里的花边窗帘都飘了起来 很远的地方 有不顾鸟在叫 竖起耳朵还会听到好多鸟的叫声 班冬啦 大班啄木鸟啦 白头翁啦 焦寮啦 黑班冬啦 我大致上能分辨出小鸟的叫声了 因为这部作品要写到许多野鸟 所以 我又读书又听词带地学习过了 焦寮在叫啦 我自言自语地说 这肯定是好多焦寮在提叫 这群鸟 许时就在附近的树上吧 我站起身来 向窗外看去 这是从身后传来狐狸的声音 焦寮在厨房里呢 我回头一看 只见狐狸端着装着咖啡的银托盘站在那里 什么 我反问道 焦寮们在帮我下厨呢 狐狸笑笑说 就是说 当我烤点心的时候 它们帮我筛面粉 帮我装点 虽说是小小的鸟 但一大群聚集起来还是挺管用的 焦寮还会帮我做针线活 绣花呢 所以 红玫瑰旅馆的枕头套上都是美丽的刺绣 我忍不住走了过去 朝厨房里看去 我惊呆了 10只 20只深棕色的小鸟 正聚焦在烹调台上 让人眼花缭乱地忙碌着呢 虽然焦寮是一种比麻雀还要小的鸟 可是 20几只聚在一起 一起叼着又大又圆的筛子筛面粉的情景 还是真够壮观的 呵 还真是训练有素啊 我叫了起来 不是的 不是我训练的 狐狸一边将咖啡杯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一边说 不是我训练的 是它们自己主动跑过来帮忙的 来帮我们干活的小鸟还有好多呢 像黑斑冬啦 白头翁啦 大斑啄木鸟啦 绿啄木鸟啦 现在呀 大斑啄木鸟已经成了阿智的一个非常好的说话对象了 不过 怎么会一下子聚来这么多小鸟呢 那是因为这座房子原来是一位音乐家的别墅 以前 有一个吹小号的人住在这座房子里 那声音别提有多好听了 每天早上和黄昏 小号的声音一传遍森林 鸟儿和野兽们就感动得不行 小鸟们特别理解音乐 所以就全都聚集过来了 钢本拙夫的小号真的那么好听吗 是啊 那实在是太美妙了 那位先生去世的时候 小鸟们还悲痛地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 而且在那以后还会聚集到这里来 我点点头喝了一口咖啡 好香的咖啡 你很会冲咖啡呀 我表扬了狐狸一句 狐狸一下子害羞地笑了 嘿 想不到这只狐狸还挺老实呢 我想 有没有什么点心 现在焦疗们正在做小甜饼干呢 请再等一下 正在做 你是说现在正在筛面粉 接下来还要和面 放进烤箱里去 是的 抱歉 今天顺序有点乱了 狐狐狸老师地承认 我慢慢地喝着咖啡 这是一个安静的绿色的午后 时间仿佛一下子停住了 要不就是我在做梦 是的 也许我真的是在做梦 做梦就做梦吧 我自言自语地说 我心想 那就让我尽情地享受一下这个梦吧 就在这时 突然传来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今晚有晚会吗 我吃惊地抬头一看 一只大班啄木鸟 啄木鸟的亲戚 正竖着身子抓住窗框 一动不动地窥视着饭厅的情形 哎呀 是大班啄木鸟啊 狐狸用责备的口气说道 你在那里大声嚷嚷什么 别吓着了客人 听了这话 大班啄木鸟的声音更大了 哎呀 有客人来了吗 然后 上上下下打量着我 说 真是少见 还是头一次有人类的客人来呢 我有点火了 瞪着大班啄木鸟说 有什么少见的 这里是人开的旅馆呀 当然要有人来了 算了 算了算了 狐狸站到我和大班啄木鸟中间 别吵了 今晚一定举办晚会 嘎嘎嘎 大班啄木鸟发出让人厌恶的笑声 离开了窗框 飞向阿智 然后 落到正坐着的招牌上 开始哇啦哇啦地说了起来 我突然产生一种厌恶的心情 鸟和动物在这里为什么这么霸道呢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类的客人来呢 我很不高兴地问狐狸 狐狸听了 洋装不知道地转了转眼珠子 歪着脖子说 是啊 到底是为什么呢 好好做过宣传吗 做了 当然做过了 在报上登过广告 也发过传单 该做的都做了 不过 这一带既不是旅游圣地 又没有温泉 风景也不怎么样 只不过是山里而已 这种地方不可能有太多人类的客人 啊 是这样 我不禁惭愧起来 是我糊涂了 直到这时我才醒悟过来 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辞去了公司的工作 自己办旅馆 可最后却开在了这样一座偏僻的大山里 这下 狐狸要笑话我了 果然是一个出出忙碌的作家呀 什么都不懂 不过 狐狸好像对这件事挺满意 也就是红玫瑰旅馆成为小鸟们的旅馆这件事 不光是小鸟 其他的动物好像也来住 来预定房间的很多哟 狐狸从围裙的口袋里套出一个记事本 啪啦啪啦的翻翻 得意的读了起来 比如说 6月28日 有一个鹿的旅行团要来住 第二天 野兔太太预定了二楼最好的房间 还有 7月1日 在这间饭厅里 要举行野猪的生日宴会 够了 我不高兴的打断了狐狸的话 我想知道阿志到底是怎么想的 毫无疑问 阿志是我作品的登场人物 我完全没有意思让我的阿志经营一家这样奇怪的旅馆 故事渐渐的变得奇怪起来了 我焦躁不安起来 必须趁早下手 也就是说 要把这家旅馆改成我构思中的那一家 规规矩矩的旅馆 然后 给阿志娶个规矩矩的媳妇 让他们两口子好好干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必须先对付这只狐狸 我一口喝光了剩下的咖啡 心想 我刚才真不该说咖啡好喝 小甜饼干还没有烤好吗 我没好气地问狐狸 我自己也明白有点太刁难人了 然而 狐狸可不吃这一套 我强硬 狐狸更强硬 小甜饼干要等到傍晚的晚会才能吃 狐狸斩钉截铁地说 真是一家奇怪的旅馆呀 我蔑视地看着狐狸 点心应该跟茶一起上来的 至少在人类的旅馆是这样 这里不是人类的旅馆 不对 是人类的旅馆 我从一开头就是这么狗死的 首先 那个北村智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我洋洋得意地指着还在大门口做招牌的阿芝 可是 我的手眼看着变得无力了 很快地垂落下来 因为阿芝把做招牌的事丢到了一边 又和大班啄木鸟聊了起来 嘎嘎嘎 大班啄木鸟不时地发出讨厌的声音 不知被什么逗得哈哈大笑 而且和那只大班啄木鸟一起哈哈大笑的阿芝的声音 听上去就像一只呆头呆脑的鸟 阿芝 我没好气地叫了一声阿芝 就好像要训儿子之前的母亲 你要跟鸟聊到什么时候 招牌不是还没有做好吗 你看你哪像一个开旅馆之前的旅馆的主人啊 阿芝回过头来 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站起来 正要走到院子里去 身后传来了狐狸威严的声音说 开店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一点也不用担心 我转过头来 盯着狐狸 啊 这只狐狸为什么这样护着阿芝呢 狐狸不依不饶地说 客人就像个客人的样子 客人 我在心里笑了起来 说什么呀 我是这个故事的作者呀 像狐狸这样的仆人 只要我一笔 就可以从这个故事中永远消失 不过 这话 我为何没有说出口呢 我知道了 我虽然是作者 但也想成为这个故事中的一个人物 不 说得更清楚一些 就是我想跟北村志一起经营这家旅馆 我喜欢阿芝的笑脸 喜欢他的长腿 他那梦幻般的眼睛 还有那种说不清楚的无依无靠的样子 啊 不知从何时起 我已经喜欢上了阿芝的一切 我甚至暗暗地想过 如果可能的话 我真想完全成为这个故事中的人物 成为阿芝的媳妇 可就因为这只腰里腰起的狐狸从中作梗 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顺利了 说不定狐狸也想成为阿芝的媳妇呢 如果不是那样 为什么会这么努力工作呢 这不是在拼命地为旅馆效劳吗 说今天晚上有晚会是真的吗 我问 是的 庆祝开店的晚会 只邀请了非常亲近的朋友 能邀请我参加这个晚会吗 我提高了嗓门 小声嘟囔道 当然了 狐狸回答 邀请您作为人类的代表 这是阿芝决定的吗 是阿芝和我 我们两个决定的 再说两个时 狐狸特别用力 接着又说 我带您去房间吧 晚会傍晚五点开始 还有时间呢 请您在房间里好好休息一下 狐狸要带我上二楼 我顺从地点点头站了起来 我在心里打定了主意 先站在客人的立场上 看看情形再说 第三章 狐狸彬彬有礼地把我领上二楼 旅馆的楼梯也铺着红地毯 狐狸轻手轻脚地爬上了楼梯 二楼有五扇门 狐狸打开中间的一扇门 冲着我边边有礼地说 就是这间房间 一迈进房间 我惊呆了 不值得多么高雅的房间啊 地板上铺着橄榄绿色的地毯 墙壁与窗帘也是绿色的 墙边是一张舒适的床 和一个古香古色的柜子 窗边摆着一张红木书桌和椅子 哎呀 这书桌太好了 我忍不住跑了过去 摸了摸书桌 桌子光溜溜的 手感好极了 是为我准备的书桌吗 狐狸笑眯眯地说 请随便用吧 狐狸千功地行了一个礼 然后静静地关上了门 说实在的 要是能在这么舒适的房间里写作 我的作品也许从一开头就大不一样了 红木书桌的桌面上 映出窗外爽朗的蓝天 我轻轻摸了一下书桌的边 手心上立刻留下了一种粗糙的感觉 仔细一看 书桌的台面上刻着一个人名的此手大写字母 TO两个字母清清楚楚 是谁乱刻的吧 我一边用手指摩擦着那里 一边在心里重复着 TO TO 这样说起来 这张书桌并不是新的 这张被擦得正亮 被精心呵护 像古董一样的书桌的主人 也许就是TO吧 TO先生是作家吗 我禁不住自言自语道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 不 他是音乐家 像喇叭一样的声音 我惊讶地转过头去 然而 房间里不可能有任何人 里面柜子上的银拉手 漠不作声 可是我立刻明白了 有谁在这个柜子里面 不 有一个会说话的东西藏在里面 刚才说话的就是那个东西 我沉着地朝着柜子轻声问道 你是谁呀 于是 一个明快的声音清楚地回答 我呀 我是小号 TO先生的小号 啊 我深深地点点头 这么一说 想起来了 刚才阿智说过 二楼房间的柜子里 留着一把钢本拙夫的小号呢 对了对了 这里原来是钢本拙夫的房间啊 这张书桌 这个柜子 都是他用过的东西啊 我跑了过去 打开柜子 门向左右两面开的柜子里 有一个用雪白的法兰绒 包着的东西 轻轻打开一看 一把金色的小号闪闪发光 莫得 我怀着一种遇见了 美丽的无法形容的东西的心情 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小号 然后我问 你为什么会说话呢 小号听了 静静地回答 因为我是活的 也就是说 我有灵魂 钢本拙夫 为我注入了灵魂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当我想到 金会有这样的事情时 不由得百感交集 那么 你还能唱了 是的 能唱 就像钢本拙夫吹的那样 是的 就像那样 那你唱唱看 很遗憾 现在不行 为什么 我在这个柜子里睡得太久了 睡了近三年了 把歌都忘了 刚才幸亏是你摩擦了钢本拙夫的大写字母T.O 我才醒了过来 那大写字母里蕴含着钢本的魔法 但我刚刚醒过来 还不能唱 人不也是一样吗 在床上刚刚醒来 能发出好听的声音吗 那倒也是 那么就等一等吧 请再等一下 一边等 一边请你帮我擦一擦 就像以前钢本拙夫那样 用法兰绒精心地擦一擦 那样 我就会放出金色的光芒了 就会发出好听的声音了 我点点头 轻轻地把小号从柜子里拿了出来 放到书桌上 然后 坐在椅子上 用法兰绒 专心致志地擦起小号来 这是一把用了很久的小号 大概钢本拙夫在绿树环抱的山中小屋里 独自一个人 吹了一天又一天吧 接着 就像树枯了似的 静静地死了 好吧 我为你擦到五点吧 我嘀咕了一句 反正晚会开始之前 我也没有事情做 从窗口望下去 刚才还在做招牌的阿智的身影也不见了 肯定是在和狐狸一起忙着准备晚会呢 我会把你擦得闪闪发亮 我全神贯注地擦起小号来 啪了口气一擦 舅舅的乐器很快就如同阳光般闪闪放光了 当窗外的树叶一闪一闪地映在现在的小号身上时 我开心极了 唱首好听的歌吧 我呼唤道 小号听了高兴地说 在今晚的晚会上唱一曲吧 哦 真的 是真的 你肯吹吗 可是 我对小号根本一窍不通啊 没关系 只要你用嘴含住小号 朝里吹气就可以了 然后 就由我自己来唱 不管是海顿 还是维瓦尔蒂 都会像刚本拙夫吹的一样 太好了 一定要好好露一首 我越越欲试 更加用心地擦起小号来了 我都等不及五点开始的晚会了 要是那只生气凌人的狐狸 看到我吹响了小号 该是什么样的表情呢 一股饭香从楼下的饭厅里飘了出来 当我把目光移向窗外时 发现很多性级的客人已经聚集过来了 一只带着红色串猪手镯的兔子 慌里慌张地朝着大门走来 后面慢悠悠地跟着一只脖子上围着蓝围巾的野猪 还有戴着花帽子的羚羊姑娘 离子夫妇 还是全都是动物 我嘀咕道 有什么不好 小号小声用含混不清的声音问 动物也好 鸟也好 人也好 大家都是朋友 你真是懂事呀 不 刚本拙夫就是这样想的 他的身边 总是聚集着鸟和其他动物 特别是生病的动物 只要一听到小号声 病情就会好转 受伤的小鸟也会常来这里 刚本拙夫会用玫瑰花瓣 给这些小鸟做被子 还不仅仅是这样呢 树之精和风之精也来过这座房子呢 到了冬天 雪女还会来敲门呢 全都让他们进屋吗 当然了 大家一起听小号 冬天寒冷的晚上 大家就在饭厅的暖楼里点燃落叶 一边取暖一边听小号 不过 雪女就不同了 屋子太热她受不了 就坐在门外的走廊上听 她最喜欢海盾的小号协奏曲 总是听不够 那今晚也唱吧 多唱几首 我兴奋地说 可小号听了 家底嗓门 就像说着一个快乐的秘密时的轻声说 一上来 先来一曲欢快的短曲怎么样 欢快的短曲 对 在庆祝会开始时演奏的短曲 好主意 我啪地拍了一下手叫道 大家准会吃一惊 这时 当当当当当当 门口古老的大钟敲了五下 五点了 我站起身来 用白布小心谨慎地把小号包好 然后捧起他 说 走吧 不知为什么 我的腿有点发抖 也许是因为太用力才发抖的吧 第四章 饭厅里 晚会一切准备就绪 刚才还分散放在屋子里的六张餐桌 全都被集中到了中央 拼成了一张大餐桌 上面铺上了雪白的桌布 还插了许多蓝色的野袖球花 不过 客人还是稀稀拉拉的 股子坐在靠边的座位上 旁边是羚羊姑娘 而围着蓝围巾 叼着烟斗的野猪 则稳稳当当地坐在了正面最显眼的位置上 没什么客人来呀 我嘀咕了一句 坐在门边椅子上的大班啄木鸟哈哈大笑起来 这就不错了 就是收到了情节 也不一定会来呀 为什么呢 我突然于心不安 找起北村志的身影来了 阿志正神情严肃地往餐桌上端 装三明治的银托盘 狐狸系着雪白的围裙 戴着雪白的帽子 正在为客人倒饮料 他一看到我 便指着野猪对面的一个座位说 来来来 这里请 我在那里一坐下 野猪喷了一大口香烟 说 呦吼 真稀罕 人类的女孩 我顿时火冒三丈 稀罕的正是你 我还是头一回见到围着围巾抽烟的野猪呢 而且还那么不懂礼貌 这种场合 至少也要招呼一声吧 可能是我的脸色相当难看吧 北村志走过来 冲野猪解释说 这位可是作家呀 前不久还获得过文学奖的 现在是在山里写作呢 是吗 野猪点点头又盯着我问 作家 也就是编故事的人吧 这时 坐在靠边座位上的兔子 突然高声尖叫起来 那样的话 我可要求您了 请作家写一篇我的故事吧 一个非常非常伤心的兔子的故事 兔子红豆般的眼睛湿润了 认真地看着我说 可野猪也不甘寂寞 哎呀 野猪的故事可要比兔子有意思多了 听他这么一说 大班啄木鸟从旁边插嘴道 写些鸟的故事吧 鸟 听了这话 落在饭厅窗框上的交流 鹦鹉和班冬也闹开了 说得对 说得太对了 鸟的故事才最有意思呢 我烦死了 用两手捂住耳朵叫道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写 大家一下子安静下来 然后 发囧地抓起三明治 或是喝起水来 没有办法 我也咬了一口三明治 哇 这可太好吃了 是一种蛋黄酱和鲜奶油 混在一起的 无法形容的美味 我佩服起狐狸的手艺来了 这时 野猪突然开口说 那么 咱们就来干一杯吧 我呆住了 叫道 就这么几个客人 野猪那尖尖的嘴 显得更尖了 抖着腿说 可是已经到时间了呀 时间到了 看样子 野猪已经饿坏了 奇怪的晚会 我嘀咕了一句 这时 我腿上的小号说话了 你怎么忘了 欢快的短曲 欢快的短曲 我一边打开包着小号的布 一边轻声地问小号 可是 是不是还早了一点 小号用沉着冷静的声音果断地说 不要心 只要欢快的短曲一响起来就行了 来 开始吹吧 就这样我站了起来 大声地说 在干杯前 我先来一段欢快的短曲吧 说完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猛地吹起了小号 华丽的声音响了起来 饭厅里立刻充满了金色的光辉 客人们都屏住了呼吸 那是多么圆润的音色啊 野猪和兔子随着小号的旋律 摇晃起身体来了 北村志瞪圆了眼睛望着我 你猜怎么样 当我吹完了这首短曲才发现 饭厅的窗户上和门口那里 里里外外挤满了新来的客人 松鼠一家 老鼠一家 梨子父子 黄鼠狼夫妇 还有一个穿着透明的绿色衣服的怪人夹杂在里面呢 客人们一起鼓掌 就这样 新来的客人像洪水一样拥进了饭厅 饭厅一下子就满园了 晚会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热烈起来 那么来干杯吧 野猪兴高采烈地站了起来 可是一个尖利的声音从角落里响了起来 再等一等 只见一个穿着绿色衣服的长头发女孩 一脸严肃地看着这边 她是谁 我问了一句 野猪不高兴地回答 是疯姑娘呀 我吃惊地说 疯姑娘就是疯之惊吧 周围的客人一起点点头 疯姑娘站起来 一个劲地祈求着 再等一等 我的未婚夫马上就到了 饭厅里顿时就吵嚷开了 疯姑娘的未婚夫 这女孩是什么时候订婚的呢 对方究竟是谁呢 从身边传来这样的窃窃私语 我大声地问道 你的未婚夫也是疯吗 于是 从饭厅的角落里 传来了疯姑娘那如同场底一般的声音 不是 我的未婚夫是鹿 住在绝菜山的一头英俊的鹿 什么 绝菜山 我惊呆了 住在那么远的山里的鹿 现在过来 疯姑娘说 从绝菜山到这里 对于鹿来说 只要腿一跃就到了 对于我来说 也只要腿一跃就到了 我刚才还在和鹿一起 在绝菜山呢 正剪着梅子 就听到了小浩那欢快的短曲 那声音实在是太优美了 优美的让人头晕眼花 于是 我们俩就决定来看看 我跳到了鹿的背上 呼呼地飞了起来 啊 半路上 我的身体飘飘悠悠地浮到了空中 所以 比鹿早到了 说完 疯姑娘歪着头 竖耳倾听起来 不过 鹿也马上就到了 听呀 听呀 可以听到脚步声了吧 疯姑娘蹦了起来 饭厅里的客人全都静了下来 一起竖起耳朵听起来 可是 好像谁的耳朵也没有听到 就连一向认为自己的耳朵最灵敏的兔子 也一脸奇怪的表情不说话了 可是疯姑娘还是一个人在那里蹦着 哈 她马上就要到了 还有七公里 六公里 五公里 三公里 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了 可是 说到这里 疯姑娘面带愁容地看着我 然后 就像在背台词一样这样说道 喂 小浩 请你再吹一次欢快的短曲吧 传到她的耳朵里 让她不要迷路 一口气跑到这里来吧 请你吹得嘹亮一点 没办法 我站了起来 又一次吹响了小浩 小浩当金子般的声音 从敞开的窗户里飘了出去 那骄傲灿烂的音色 向整个森林宣告 红玫瑰旅馆的晚会开始了 当第二遍欢快的短曲一结束 就从远处传来了咚咚的脚步声 风姑娘跳了起来 跑到窗口挥舞着双手叫道 来了来了 她来了 这里这里 不到三分钟 路就气喘吁吁地进了饭厅 是一头毛色光泽 雄壮的公路 狐狸把公路带到 风姑娘旁边的座位上 送来了加了冰块的清水 风姑娘紧紧地依偎着路 夸张地叹着气说 唉 太好了 总算是赶上了 我心里有点不痛快了 说什么呢 还不是我让她赶上的 年轻的女孩子 为什么都是这个样子 随随便便 不懂礼貌 让大家等了这么久 还让人家特地为她吹小号 可一下子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一边收起小号 一边用冷冷的目光 看着风姑娘 不过 狐狸可真行 一直不识满面笑容 一边用湿毛巾给露擦汗 一边说 那么 请一定来我们红玫瑰旅馆 举行婚礼哟 哈 可真会做生意呀 不知为什么 我突然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拿起果汁杯子冷冷地说 来 开始吧 这回可是真的开始了 野猪豁地站了起来 咱们干杯吧 祝贺红玫瑰旅馆开张 野猪一边说 一边高高地举起了果汁杯子 于是客人们一起站了起来 阿智和狐狸也拿起了杯子 鸟儿们各就各位 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北村志先生 祝贺你 野猪说 大家也跟着说 祝贺你 祝贺你 阿智背靠着墙 毕恭毕敬地站着 边上是狐狸 害羞地紧挨着北村志 看上去就好像是他的太太一样 阿智低着头 坐立不安地说 多亏了大家来帮忙 狐狸聚精会神地听着 不停地点头 奇怪呀 我想 阿智的身边为什么是狐狸呢 那里应该站着一位 美丽的人类的太太呀 趁狐狸回到厨房去端菜 我悄悄招招招手 叫阿智 喂 怎么回事 为什么狐狸像你的太太似的 她不是用人吗 阿智为难地低下头说 不 她很会做菜 所以 我想就是把她当太太也不错 没有她 这家旅馆就开不下去了 真是的 太没出息了 我故事的主人公 竟然娶了个狐狸做媳妇 我绝对不允许 正当我忍不住要大声地说 你要振作起来呀 不管多会做菜 那样的 冷不防 从后面传来一个不高兴的声音 那样的是什么样的 我吓了一跳 回头一看 只见狐狸拿一个饮水壶 正目光炯炯地盯着我呢 那目光里包含着一种不寻常的东西 那是一双可怕的眼睛 似乎是下定决心要和我决战了 我慌了 吱吱呜地说不出话来 只听狐狸说道 真有意思 我和你到底是谁更配做这家旅馆的太太 咱们比比看吧 听了这话 野猪啪啪地拍了拍手叫道 哈 这可太有意思了 今天的晚会成了红玫瑰旅馆媳妇选拔赛了 周围立刻响起了一片掌声 野猪接着说 阿滴 怎么样 人类的姑娘和狐狸 到底是谁更配做这家旅馆的媳妇 就让他们在这里干干看吧 阿滴看上去为难极了 嘴上嘀嘀咕咕的不知在说什么 可是我的耳朵什么也听不见 看样子 他是一个十分懦弱的人 又要顾及狐狸 又要顾及我 已经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我焦躁不安起来 甚至开始蔑视起阿滴来了 于是我用不高兴的声音斩钉截铁的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狐狸也像鹦鹉学舍似的重复了一遍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充满了自信的声音 饭厅里顿时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阿滴更加坐立不安了 想去劝狐狸 可是狐狸已经扎紧了围裙的袋子 那么在比赛开始之前 请大家先进餐吧 我会把做好的菜全部端到这里来 请大家吃个够 狐狸说完就大模大样的消失在了厨房里 接着就开始用银托盘上起菜来了 青豆汤 炖红无精 炒款冬叶 苹果核桃人色拉 也没会裹裹裹洞 每当新的菜端上来时 客人们就会发出一片欢呼声 每一道菜都可以得满份 还有必要比赛吗 大般啄木鸟一边啄着苹果色拉一边说 只要看看这些菜 就已经知道谁胜谁负了 小鸟们齐声叫道 就是就是 可是兔子却眨不着红眼睛 摇了摇头 那可不行 说不定人类的姑娘做的菜更好吃呢 如果不让双方做同样的东西 公平的品尝 怎么能决定呢 那倒也是 应该让这位作家也来做做菜 爷主点点头 这下可糟了 我想 因为我从来没有正正俭俭地做过菜 要是真的比起来 那我就输定了 我扫了一眼满满一桌子的菜盘 暗暗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 小甜饼干端到桌子上来了 就是刚才狐狸与娇聊们一起做的小点心 小小的圆圆的 像铜钱一般大小 只看了一眼 我就知道这没有烤好 尝了一块 果然不出我所料 那些小甜饼干松松垮垮的 一股小苏打的苦味 狐狸正忙着做别的菜 好像有点忙不过来了 那么 就让咱们来以点心决胜负吧 我想 我一本正经地做老一套的菜的话会输 可要是用新点子做点心的话 也许我会赢 我站起来 对大家说 那么 你们看这样行吗 比赛做最配这家红玫瑰旅馆的点心 不是常见的点心 是那种一看就知道是森林里的旅馆的点心 将来能留下来做这家旅馆特产的点心 这是一场点子手艺的比赛 那太好了 野猪立刻就大声赞成道 两个候选人做红玫瑰旅馆的特产点心 然后 由我们来品尝打分 我说 各位 怎么样 立刻响起了掌声 小鸟们拍打着翅膀 表示赞成 只有北村志一个人绷着脸 嘴里不知嘀咕着什么 可狐狸和我都斗志昂扬 屋子里热气腾腾 狐狸从厨房里拿来一条雪白的围裙 故意彬彬有礼的递给我 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我也紧闭着嘴 故作彬彬有礼的接过围裙 围裙雪白 江西的硬邦邦的 我麻利的系好围裙 向大家鞠了一躬 狐狸也毫不示弱的鞠了一躬 要比多长时间 野猪看着手表嘀咕说 一两个小时吧 兔子一边优雅的吃着三明治 一边嘀咕说 狐狸立刻以一种严厉的声音叫道 不行 得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那也太长了吧 要过八点了 野猪皱了皱眉头 接着小鸟们也开始叽叽喳喳的表示不满 也就是说 过了八点 还不知道会不会醒着呢 那倒也是 小鸟总是早睡早起的 这时 一只沉默不语的羚羊 一边摇了摇脖子上的银香链 一边说 等那么久 一定会很无聊的 然而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北村志 这时 却果断的说 就给他们三个小时的时间吧 咱们可以一边快乐的开晚会 一边等 睡着了的 三个小时之后 我会叫醒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阿智这么充满自信的说话 阿智的这番话 终于一锤定音 野猪大声宣布 下面 比赛开始 在下面的三个小时里 狐狸与人类的姑娘比赛 谁做的点心更好吃 赢了的一方 将成为阿智的媳妇 最后一句话 痛得一声在我心里震响 事情变得多么可怕啊 简直就像西方的古老传说一样 两位公主紧张的身体都僵住了 王子脸色苍白的盯着我们 第五章 虽然很紧张 可是我的脑子里却撞个不停 接下来 到底做什么样的点心呢 有红玫瑰旅馆特色的点心 当光临这家森林里的小旅馆的人 在饭厅里舒了一口气 一边眺望着绿色的院子 一边进餐时 什么样的点心最合适呢 而且还要考虑到耐存性 因为如果好吃 还可以当成土特产带回去 还是做小甜饼干好吧 不过 那样普通的点心实在是太没劲了 我一边跟在猴狸的身后向厨房走 一边嘀嘀咕咕自言自语 饼干 苏打饼 还是水果点心 狐狸回过头来 一边指着厨房的墙柜 一边冷冷地说 关于点心的书 那里有的是 谢谢 你不看吗 我也狠狠地回敬了他一句 狐狸微微一笑 然后干脆地说 现在哪还来得及看书 我伸直了腰 从柜子里拿出了一本 关于点心制作的书 虽说挺丢面子的 但要是不看书 我什么也不会做 我在厨房中央的大烹调台上 把那本书摊了开来 是一本常见的点心书 上面详细写着像 蛋糕 布丁 苹果派 这些熟悉的点心的做法 还配有图片 翻着翻着 我的手突然在某一页上停住了 森林的Bombkuchen 在写着这样标题的那一页上 有一张照片 是一个圆树桩形状的点心 树桩的表面 烤出了一圈又一圈的年轮 Bombkuchen 我在嘴里小声嘀咕道 那是一句德语 意思是年轮型蛋糕 太配这家旅馆了 我不住的点头 然后一看材料栏 面粉加黄油 鸡蛋加蜂蜜 杏肉果酱 需要的材料还真不少呢 这些材料也不知配得起配不起 我一边给狐狸看书一边问 狐狸不知要做什么 已经在开始筛面粉了 她朝我看了一眼 像百货商店里的导购小姐似的滔滔不绝地说道 什么都有 面粉在这边的柜子里 牛奶黄油和鸡蛋在冰箱里 白糖和蜂蜜在这边的罐子里 杏果酱呢 在柜子上面那个瓶子里 烤炉有两个 我用右面一个 就请您用左边的一个吧 说完 她就啪啪地打起了鸡蛋 飞快地把蛋黄和蛋清分开 手法熟练极了 我着急了 我这边还在学习制作的方法呢 人家狐狸已经在搅鸡蛋了 我坐在一个小圆凳上 匆匆忙忙地读起年轮型蛋糕的制作方法来 一 将面粉与玉米淀粉混合 过筛 二 将奶油搅软 加入白糖和蜂蜜 要大量起泡 三 这时要一个一个地加入蛋黄 仔细搅拌 加入碎桂皮与柠檬皮 继续搅拌 就这样 制作方法长达12条 而且 再仔细一看 为了在点心上刻上树的年轮 必须把材料每次一点点 一次又一次地放进烤箱里烤 我中中地叹了一口气 心想 这下完了 以前连一块烤饼都没有做过的我 怎么能烤出这么复杂的点心来呢 好不容易找到了 适合红玫瑰旅馆的蛋糕 唉 太遗憾了 我只能放弃年轮型蛋糕了 我翻到点心书的下一页 想不到那里加了一张纸条 上面用铅笔写着 为红胸蒲鸟准备的简易年轮型蛋糕的制作方法 而且 上面还有一张小年轮型蛋糕的图 写着大概的制作方法 这是你写的吗 我扬了扬纸条问狐狸 不是我 狐狸一边搅着鸡蛋一边说 我一次都没有翻过那本书 那本书以前就在这座房子里 这就是说 我陷入了沉思 就是说 从这座房子还是刚本着夫的别墅的时候起 这本书就那么一直放在厨房里的 那么 写着张纸条的人 大概就是刚本着夫了吧 他还曾经做过点心吗 我不免有些吃惊 但又一想 这也不是不可能 何况 他又是单身一个人生活 住在这深山老林里 想吃点心 也只能自己烤了 尽管如此 这被红胸蒲鸟准备的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说刚本着夫 与红胸蒲鸟关系很密切吗 红胸蒲鸟来参加今天的晚会了吗 我问 狐狸一边热牛奶 一边若无其事地说 红胸蒲鸟是刚本着夫的妻子 妻子 我愣住了 盯着狐狸 是啊 刚本着夫和红胸蒲鸟结婚了 他娶了这座森林里最美丽 最可爱 最理解音乐的鸟 做了妻子 狐狸一边把热好的牛奶 慢慢地倒进碗里 一边说 就像是在说着一件 极其平常的事情 在他看来 在这片森林里 人娶人类以外的 邓武当媳妇 根本就没有什么奇怪的 我一个人想明白了 这就是说 这也许是刚本着夫 为妻子红胸蒲鸟 做的点心了 红胸蒲鸟 一定非常爱吃年轮型蛋糕了 这么一想 我突然变得开心起来了 音乐家的丈夫 为小鸟妻子 烤了一个年轮型蛋糕 坐在阳台上的 白色餐桌前面 面对面的喝茶 一点都不奇怪啊 如果是这样 我偷看了一眼狐狐狸 那就是说 即使这只狐狸成了 北村志的媳妇 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这时 一种难以形容的厌恶之情 突然涌上我的心头 是嫉妒 它就像一股蓝色的火焰 熊熊燃烧起来 我急躁起来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战胜狐狸 狐狸哪一方面都比我强 不管是做饭 针线活 还是打扫卫生 洗衣 接待客人 要想战胜它 成为阿智的媳妇 我现在就要努力烤点心 饭厅里 评委们杂七杂八的 唱起了歌 他们要等上三个小时 不得了 要赶紧才行呀 我把眼睛瞪得老大 读起了那张 年轮型蛋糕的纸条 材料是 面粉 玉米淀粉 黄油 蜂蜜 柠檬皮 加杏肉果酱 与一般的年轮蛋糕一样 制作方法呢 我提起了精神一看 取代制作方法的 居然是一首奇怪的诗 这种又小又圆的点心 献给你 你的心中充满了歌 充满了爱 我的心中充满了梦 就是这种感觉 诗一行一行地持续下去 可不管怎么读 都没有一行制作方法 喂 我急了 又冲狐狸喊道 请把红胸鲍鸟叫到这儿来 我有事要问它 狐狸听了 一边搅拌着做点心的材料 一边平静地说 红胸鲍鸟已经不在了 港本捉夫死了以后 它就死了 它哭啊哭啊 什么也不吃 最后饿死了 啊 我感动得不行 倒吸了一口凉气 死了 是的 不过 你猜 它死在了哪里 呀 我猜不出来 死在小号里了 在港本捉夫留下的那把小号里 悄悄地死去了 听到这话 我突然想到 要是这样的话 那把小号也许会知道 红胸鲍鸟和港本捉夫的事 我休息一下 我大喊了一声 冲出厨房 跑进了饭厅 我来到刚才自己坐的位置上 一把抓起了放在餐桌上的小号 平稳们吃得差不多 正在埋头打扑克 看样子是在玩捉大王 正在大声地猜大王在谁手里呢 尽管我返回来 但是谁也没有回头 我抱着小号悄悄地走到院子里 坐在一棵高大的铜树下面 对小号说 喂 我有事要问你 什么事 小号一边闪闪放光一边说 你知道吧 刚本捉夫和红胸鲍鸟的事 当然知道了 红胸鲍鸟是刚本捉夫的妻子 是一只会唱歌的可爱的小鸟 胸鲍是红色的 非常喜欢红色的花瓣 又爱和港本捉夫聊天 他们常常一起烤点心吃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点心的事 一定是年轮型蛋糕吧 我现在就要做那种点心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啊 简单 红胸鲍鸟的年轮型蛋糕 比一般的年轮型蛋糕 要简单多了 而且还更好吃 告诉我怎么做 我无论如何要烤出那种点心来 那就请吹一吹我吧 我里头有红胸鲍鸟的歌 喝着港本捉夫的小浩 红胸鸟会唱起年轮型蛋糕之歌 你好好听 背下来 然后照着去做就行了 谢谢 我点点头 吸了一大口气 然后将小浩含在嘴里 吹了起来 你猜怎么样 乐器里奏出了一首 以前谁也没有听到过的 不可思议的乐曲 静静的温柔的乐曲 而且 喝着小浩的乐曲 还飘出了小鸟的歌声 那的确是红胸鲍鸟的声音 他这样唱道 把鸡蛋搅起泡 把黄油融化 把牛奶热好 搅到一起 搅成糊 搅成糊 往煎锅里倒一毫米 再倒一毫米 一层一层又一层 最后撒上红玫瑰的花瓣 满怀感情 满怀着爱 这点最重要 我一边又一边地 吹着小浩 将这首歌 牢牢地记在了脑海里 我知道了 我抱着小浩 跑回到厨房 一边轻轻地 重复着刚刚听到的歌 一边麻利地 准备好了材料 然后 按照歌中唱的那样 把鸡蛋搅起泡 把黄油融化 开始做起 不可思议的 年轮型蛋糕来了 我一边哼着那首歌 一边动手做起来 比想象中 要顺利多了 那首歌简直就像是魔法的咒语一般 年轮型蛋糕的年轮 一毫米一毫米地厚起来 一层又一层地重叠起来 满怀感情 满怀着爱 这点最重要 我一边唱 一边想着北村志 于是 我就这样变成古老的 传说里的美丽的姑娘了 我变成了一个 为了赢得王子的心 不顾一切烤蛋糕的姑娘了 年轮型蛋糕的一层层年轮里 充满了我对阿智的一片深情 就像港本卓夫烤出这种点心 跟红胸铺鸟一起吃一样 我也梦想着能有一天 和阿智两人一起坐在饭厅 那凉爽的窗边 一起吃着这种点心 一层一层又一层 最后撒上红玫瑰的花瓣 唱到这里 我跑进院子去摘玫瑰花瓣了 我想起来 这家旅馆大门旁边 就有一个玫瑰花圃 我要把那些绽放的 红玫瑰的花瓣煮熟 撒在年轮型蛋糕上 然后在浇上加了明浇的糖水 漂亮的点心就大功告成了 我兴冲冲地向花瓣跑去 可是走到花瓣边上时 我的脚步却一下子停住了 因为在花瓣中 竟然发现了伟村智的身影 阿智背朝着这边 正在一心一意地干什么 我屏住呼吸 盯着他的背影看了一会儿 然后悄悄走过去 招呼道 阿智 我的声音有点尖细 然而 听到我的叫声 阿智回过头来一看 竟吃了一惊 一脸僵硬的表情 阿智转身面朝着我 急忙把拿在手里的篮子 往身后藏去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阿智 阿智锤下了眼睛 好奇怪呀 北村智这个时候 为什么在这里呢 他本应该在饭厅里 招待客人呀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小声地问道 阿智锤下头 用更小的声音说 我在摘玫瑰花 我突然高兴起来 是吗 我也正想用玫瑰花瓣 来装饰点心呢 我的声音充满了兴奋 可说到这里 我闭上了嘴 因为我发现阿智的样子 十分难堪 你怎么了 我跑到阿智身边 朝他藏在身后的篮子里一看 篮子里装满了红玫瑰的花瓣 我心里咯噔一下 冒出来一种不好的预感 用又尖又细的声音问 你摘玫瑰花瓣做什么 被我这么一问 阿智更加慌张了 对不起 说完 他就把篮子里的花瓣 全都倒到了地上 花瓣纷纷扬扬地落到了黑土上 为什么都到了 为什么要跟我道歉 我苦苦地追问 院子被夕阳照得火红 阿智的脸也红了 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 我一切都明白了 真是不可思议啊 一句话也没有说 就看懂了对方的心 这对于我来说 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是这样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心里 慢慢地涌起了一种冰冷的悲伤 腿也在微微地发抖 但我心里很震惊 我明白了 明白了你的心情 刚才那些花瓣是为狐狸摘的 对吧 你是想悄悄地帮狐狸做点心 所以才摘了花瓣 对吧 阿智轻轻地点了点头 然后 坦率地让人吃惊地说 对不起 做出这种卑鄙的事情 这时 我已经彻底明白了 这场比赛 我已经输了 不论接下来我怎么认真地做点心 不论我在评委那里 得到多么高的评价 如果我心中的王子没有选我 而是选择了狐狸的话 那一切都没有用了 如果是这样 你从一开始就告诉我该有多好 那我也就不会比赛了 眼泪就要躲矿而出了 我沉默不语 然后 我看着散落在地面上的红色花瓣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一口气说道 你跟狐狸很般配的 我既不是讽刺他 也不是在捉弄他 你人正直又温柔 只是有点软弱 但狐狸坚强 能干 而且很爱你 真的很配做你的媳妇 我喘了口气 又说 既然是这样 你知道我为什么还一直要阻挠呢 我藏起了自己的心 继续说 因为我是这个故事的作者啊 我毅然地说道 然后 我强忍住眼泪 接着说 所以 我本来想让你这个主人公娶一个人类的媳妇 这个情节从一开始就想好了 所以 怎么也没有想到狐狸会出现 因为我根本没打算写一个由动物出厂的故事 不过 这样也挺好 只要你喜欢那只狐狸 那也会成为一个好看的故事 港本拙夫与红胸铺鸟不也是很好的一对夫妇吗 说着说着 我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我说 我冲着低头不语的阿芝的背影说 再摘一次花瓣吧 阿芝回过头来 你为狐狸的点心 我为我自己的点心一起来摘吧 阿芝点点头 两个人默默地摘起花瓣来 四周已经有点黑了 晚风吹的玫瑰发出沙沙的响声 从饭厅里 不是传来客人的嘈杂声 很快 阿芝的篮子里就装满了玫瑰花瓣 我的围裙里也装满了花瓣 我替你把那些花瓣带给狐狸吧 让我们分别烤出美丽的花瓣点心吧 对了 即使是我在比赛中获胜 我也会把媳妇的位置让给狐狸的 好了 你去吧 去饭厅陪着客人继续等待吧 我从阿芝手里接过装满花瓣的篮子 向厨房快步走去 第六章 我轻轻地打开厨房的门 朝狐狸望去 我本来以为狐狸的点心已经做好了 只等着撒花瓣了呢 可是 你猜怎么样 这间狐狸坐在厨房的椅子上 正在哭呢 肩膀一抖一抖地 轻声地抽气着 一股烤糊的点心味弥漫四周 怎么了 我忍不住叫了狐狸一声 狐狸听到叫声后站了起来 脸扭向一边 没什么 他跑到烤箱那里 啪的一声关上了门 似乎是想把烤糊了的蛋糕藏起来 然后一转身 用一双闪亮的眼睛盯着我 嘴角抽动地说 我输了 我目瞪口呆 于是 狐狸又说了一遍 我输了 我的点心烤糊了 而且 阿芝也背叛了我 狐狸瞟了一眼 我手里拿着的花篮 声音道 我都看见了 看见什么 你和阿芝在花圃里 心情热热地摘花 啊 那是 那是误会 可是狐狸打断了我的花 我输了 我也被阿芝骗了 她刚才还对我说 我会帮助你 我会为你摘 装饰在点心上的花瓣 摘完就悄悄地给你送去 可是这些都是为你摘的 狐狸解下围裙 一边卷 一边用已经冷静下来的声音说道 我的点心就是在这个时候烤糊的 一切都完了 比赛你赢了 我要毫不留恋地 回到森林里去了 请等一下 我跑到狐狸身边 突然 从心底里涌起一种难以形容的温情 我将手搭在狐狸的肩上 满怀深情地对她说 阿芝根本没有背叛你 这些花瓣是为你摘的呀 我的那份在这儿呢 这围裙里的花瓣才是我的 这都是我自己摘的 请你不要弄错了 阿芝拼命地为你摘了那么多花瓣 还说让我送给你 阿芝从一开始就是爱着你的 话是这么说 这人真窝囊 不会表达自己的心声 非让咱们这样比赛不可 说着 我甩掉了围裙里的花瓣 花瓣纷纷扬扬地落到了地板上 是我输了 这场比赛是我彻底输了 不 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胜负 你是应该成为阿芝媳妇的人 你能干又坚强 最适合掌管这家旅馆 我打扰你们了 对不起 我应该回家了 请等一下 狐狸跑到我的身边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那太对不起你了 不过 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喜悦 我微微一笑 快活地说 我告诉你事实的真相吧 我是这个故事的作者 一点都不遗憾 媳妇的位置可以让给你 不过 这片森林的一切可全归我了 这家旅馆 玫瑰花圃 阿芝 还有你 还有那么多小鸟和动物 对了 还有这把不可思议的小号 红胸鱼鸟的歌声 所有的一切 全都归我了 我要写一篇美丽动人的故事 于是 一刻一直沉睡的作家的心 复苏了 我要写 我要写 我要写一篇美丽动人的故事 一想到这里 我已经忍不住了 我恨不得立刻 飞回到自己的书桌旁边去 再见了 你要和阿芝两个人 好好的经营红玫瑰旅馆哦 我现在就回到山中小屋 把你们的故事 写成一篇长长的 美丽的故事 我向门边走去 请等一下 狐狸叫住了我 点心比赛怎么办呀 狐狸看了一眼烤箱 我的点心烤糊了 啊 那 我微微一笑说 我的年轮型蛋糕送给你吧 那就是你做的 你就说我的点心失败了 垂头丧气的回家了 对阿芝也这么说吧 那太卑鄙了 我做不到 不怕 没关系的 再说 年轮型蛋糕还没有做好呢 你看 接下来还要撒上花瓣呢 我悄悄地看了一眼花篮里的花瓣 那么最后 咱们一起来撒吧 用阿芝摘的玫瑰花瓣 把蛋糕装饰得漂漂亮亮的吧 我把花篮里的花瓣 我把花篮里的花瓣全都倒在了碗里 狐狸泡好明椒 然后加上白糖 做好了浇在花瓣上的糖膝 就这样 两个人齐心协力装饰了同一块点心 那块点心做得非常成功 是哪本书上都没有的美丽的蛋糕 是最配做红玫瑰旅馆的点心啊 这块点心也要写到我的故事里去 蛋糕做完了 我这回真的该回家了 再见了狐狸 我悄悄地回去了 你替我跟大家打个招呼 狐狸眼看着就要哭出来了 那也太 那么就带点礼物回去吧 狐狸说着 在厨房里慌里慌张地转开了 这时 他发现了一直放在烹调台上的那把小号 就说 请你把他带回去吧 你好像挺喜欢他的 我犹豫了一下 说了声谢谢 接了过来 我捧着小号 走出厨房 外面已经一片漆黑了 唯有红玫瑰旅馆的灯光 把四周照得通亮 你认得路吗 狐狸送我出来 问道 认得 顺着这条路一直走 然后往右衣拐 没错 如果觉得寂寞 就请一边吹小号 一边往回走吧 狐狸说 再见 再见 我和狐狸亲切的相互告别 这时 我已经半跑起来了 快点回家 回家后马上动笔 狐狸与阿智的故事 一篇美丽的童话 三天就能写完 我自言自语道 写好了 就可以得意洋洋的给出版社的小川女士打电话了 黑暗的森林里 猫头鹰的眼睛闪闪发光 我猛然害怕起来 忍不住将嘴对准了小号 深深吸了一大口气 吹了起来 小号立刻放射出金色的光芒 照亮了四周 接着 就响起了美丽的乐曲 那是夜空中的小号 多么透明的音色啊 嘹亮有力 还有一种说不出的甜美和哀伤 眼泪好像突然要流出来了 小号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 我没有迷失方向 我终于走到了我的山中小屋 我跑啊跑啊 到了 我打开门 点上了灯 小屋子里还是我刚才离开家时的样子 餐桌上放着刚喝了一口的咖啡 书桌上是摊开的稿纸 我跑到书桌旁边 朝刚写了一个开头的稿纸上看去 我才写到北村制作旅馆招牌那端 接下来 这位主人公就应该到森林里去找做招牌的树枝去了 后面怎么写呢 是让阿智遇见人类的姑娘 还是遇见狐狸呢 我快乐地回想着 不管怎么样 我有一种预感 这个故事可以一口气写完 刚本卓夫与红胸铺鸟的爱情故事 神气活现的野猪 时髦的兔子 数不清的小鸟 只要把这一切串联起来 就是一篇很好的作品 我这个开心啊 一个人嘻嘻地笑了起来 然后我烧水准备冲咖啡 听着水沸腾的声音 我突然想给阿智和狐狸打个电话 恭喜你们了 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真想这样大声地对他们说 可是 我稀里糊涂地 竟然忘记问红玫瑰旅馆的电话号码了 这真是太遗憾了 这真是太遗憾了 谢谢大家